嗨 大家好 我是波蘭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下iMOS最新的商品就是 Apple Watch Ultra 藍寶石保護貼 那這一個保護貼的售價呢是1290塊 它到底貴在什麼地方呢 我想大家很想知道 那我今天也藉這個機會跟大家說一說 這一款商品價值在哪裡 到底貴在哪邊 其實很簡單 不用先看商品 你直接看它的包裝就好 包裝的右上角可以看到iMOS剛剛啟用了新的這個Logo 這個Logo是由一個六角形跟一個五角形的幾何圖形所構成的 它前面的那個六角形是來自於分子 代表新的材質的探索 後面那個比較大的五角形代表著盾牌 象徵著堅定的保護 這麼多年以來 iMOS從專利的疏水疏油的保護貼 PET當保護貼 到第一款3D熱彎的保護貼 再到康寧授權的H2PC的授權保護貼 一直到最近這幾年的藍寶石 就是Shuffle的玻璃保護貼 iMOS一直都在自律於開發新的材質 並且應用在最新的裝置上面 Assist the Limit 突破現有的極限來提供手持裝置與時俱進的保護 我想這個Logo可以很好的代表著iMOS一直以來求新求變的精神 就是用新的材質提供你最好的保護 再看回包裝 Watch Potato Shuffle 就是藍寶石的手機保護 這邊有什麼好說的 但是你有沒有注意到它後面有一個Single Single大家都懂 但是為什麼這邊出現一個Single呢 那是告訴你這款的藍寶石玻璃保護貼 是可以單獨的使用在Ultra上面 就是不用兵荒 直接可以貼在Ultra這支手錶上面 旁邊有兩個IP68防塵跟IP66防水 我想這兩個Logo大家都不陌生 而且特別是對3C有關心的 但是怎麼會出現在一款保護貼上面呢 那其實這邊要說的是 這款保護貼在貼上手錶表面之後呢 跟手錶表面就可以做到IP68的防塵 跟IP66的防水 水跟灰塵都不太容易 進入到我們已經貼了模之後的手錶表面上 進而做到保護的作用 接下來再帶各位看下面寫了這個PVD-SS 簡單來說PVD-SS就是讓不鏽鋼的表面更亮 硬度更高 並且呢減少指紋附錯的一連串工藝的簡稱 叫PVD-SS 再往下看可以看到這個MOS以及這個9M的字樣 這個MOS就是頂頂大名的末式硬度 末式硬度機應該普遍的用在各式標注硬度的標示上面 那旁邊也寫了一個9M呢 就是說明這款Sharfer的人造藍寶石玻璃的硬度呢 達到除了鑽石以外 僅次於鑽石的9M的硬度 接下來再看到背面 那背面多半是與前面相同的英文說明 那這邊比較需要注意的是重量 藍寶石的保護貼的重量只有2.4克 不鏽鋼的邊框大概只有1.6克 兩個加起來大概只有4克重 所以裝上去之後幾乎是不會影響到重量的 還有就是正品的部分 這邊標示的有兩件式的背後保護膜 兩組這邊是兩組喔 注意一下 並且提示你先裝邊框再裝藍寶石的保護鏡 當然你也可以參考我們錄製的安裝影片 那為什麼我要帶大家看這個包裝呢 因為iMOS的全系列商品不只在台灣銷售 也在香港大陸泰國以及其他地區銷售 就台灣跟香港外包裝都受廣告法的約束 特別是香港只要有一點點的標示不準確 就可能違反廣告法 輕則下架重則哀告 所以包裝上面的字真的不是寫著好玩的 因此敢寫在包裝上面的 絕對經得起你的考驗跟推敲 打開包裝看一下內容物 白色的底加上這個五角跟六角形狀 分別代表什麼 忘記了對不對 片頭有講你有沒有在聽 六角形代表的是分子 後面的五角形代表是鈍 象徵最堅強的保護最新的材質 這樣好了啦 留言區告訴我iMOS最新的logo裡面五角形代表的是什麼 留言在我的這個影片的下方 下個禮拜我直播的時候 直接抽三位 送Apple Watch Ultra的藍寶石把護鏡 三名 好繼續看 盒子的上下都有開口 所以你應該看哪一邊 只要是你平放的情況下 上下都可以開 抽出來之後你可以看到藍寶石的保護貼 以及不鏽鋼的邊框 還有Apple Watch Ultra的兩件事的底貼兩組 為什麼是兩組 就是因為有一組貼壞了嘛 所以直接給你兩組 有沒有夠貼心 接著我們再看一下這組藍寶石玻璃 通常都用於高端的手錶上面 它具有高傳導 然後呢硬度高 不容易產生划痕的特性 而iMOS這一片 Apple Watch Ultra的藍寶石保護貼 它的表面上了一層AF的鍍膜 以降低指紋跟油污的三年 除此之外它的底部 內面啊 還上了一層AR的圖層 用以降低反光 這應該是高階手錶的 另一面才會做的注目處理 邊框採用的是不鏽鋼的材質 並且是用CNC的切削而成 其實CNC不是什麼掃件或者高端 太高端的技術啦 但是這樣的工藝 絕對不是降低成本的好選擇 而我們會選擇這樣的工藝 純粹就是為了讓每一個不鏽鋼的邊框 保有最高的精準度 該平的平 該直的直 該厚的厚 該薄的地方要薄 就是為了讓這個不鏽鋼的邊框 在任何角度都可以達到它要條 並且它還在這個不鏽鋼的邊框上面 施以真空的幀度 這種工藝跟一般的電鍍 比起來硬度高了三倍 硬度高了三倍還不夠 再上一層AF的抗油抗指紋的鍍膜 因為這是電鍍的嘛 亮面的 再希望指紋可以少一點 一直在經過這一串的工藝之後 每一個邊框都得經過約10個小時的工序 才能出貨 所以別看這個簡單的邊框 其實它的工藝真的是十分的複雜 Apple Watch已經上市很多年 我們iMOS一直沒有推出過相關的保護配件 所以主要的原因就是沒有一個我們覺得滿意的方案 Apple Watch Ultra的藍寶石保護貼這個保護方案 一塊藍寶石的保護貼再加上一個不鏽鋼的邊框 不但裝上去沒有任何的違和感 甚至比煤貼的時候質感還要好 必要的時候你還可以取笑這個不鏽鋼的邊框 今天說這麼多就是希望大家除了解到價格之外呢 也能了解到這一款商品的價值與工藝 那也歡迎大家到布萊恩直營的賣場 布購選購全系列的iMOS商品 那關於更多Apple Watch的使用心得跟接下來的保利測試 請持續關心我們的頻道 最後別忘了下週我將在直播裡面抽出三位 直送iMOS藍寶石Ultra保護貼 具體的時間還請關注我們本頻道的訊息 我是布萊恩 我們下次見 好 我們現在開始在第一次的試狀設施 看我沒有說過這種事情耶 好可怕喔 撞了 1 2 3